还有这些狗狗他们命丢的也真的是好无辜 这是高雄市柴山居然有毒狗犯 现在终于抓到了 好嫌犯呢就是65岁的这位少型男子 他从今年3月开始呢 用击鼓这个参入这个坊间的这个 蔬果花卉用的农药来做毒耳 结果呢就用这样的方式呢 这个为这个狗狗最后毒死了 70多只无辜的狗狗 涉嫌犯下毒狗案的嫌犯 跟着警方重回放置毒耳的现场 他因为不满柴山野狗咬死山枪 竟然用击鼓头做毒耳 半年来毒杀了70多只野狗 因为遭受到那个野狗的追咬 以及看到山江被这个野狗来围捕 山间小镜到处都是误食毒耳的野狗尸体 警方调查嫌犯是65岁的少型男子 从今年3月起 他用击鼓头掺农药做毒耳毒杀野狗 警方到他住处搜查 当场查获一大袋毒鸡头 这都处不贵的 处不贵的 买了鸡头 拿去煮了 然后再也放蛋 也放到 那个野狗经常出没地点 先犯毒狗的农药 纳乃德是一种神经性毒素 是坊间蔬果花卉用的杀虫剂 无臭无味 他为了毒狗 还专程到屏东偷农药作耳 还会刻意换衣变装躲避追气 警方不限半年 总算逮到毒狗凶手 将他一切到跟违反动物保护法移送 主要是陈山一黄配入A3G小组 高雄报道